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可以点选课程专区 点选浦高或是济高都有这两个专区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文法诊疗室跟文法进修部的课程 首先我们看一下文法进修部 文法进修部的课程主要是 依据99课纲三名版的文法重点汇集而成 那它包含了关系词 动词 动名词 被动语态 完成式 比较急 还有比较具挑战性的假设语法 以及高中非常强大的分词构句 导装句 虚主词 还有特殊句型分裂句 以及其他总共13大项汇整而成 那这个文法进修部专区的课程的一个特色是 除了讲义之外有搭配两种练习题 练习题分成AB两版 A版是比较基础的选择跟重组的题型 B版的话则是进阶的翻译或是填空的题型 那这个部分非常适合老师们来做差异化教学使用 好 那至于这个文法诊疗室的部分呢 他向医生一般提供的这个诊断式测验 那这边的诊断式测验呢 事实上是根据刚刚的文法进修部 13大项文法重点设计而成 他的目的呢 是要帮助同学们找出需要加长的文法点 之后呢 再到文法进修部去做学习 那文法诊疗室以及刚刚的文法进修部呢 这两个部分对提升同学们的文法能力来说呢 可以算是相辅相成 透过诊疗室找出加长文法点到这边 文法进修部做学习 那文法进修部呢 透过讲义搭配练习做完学习之后呢 可以再回来文法诊疗室来确认是不是 这个文法点已经完全学会 所以以上呢 这是一个在使用上可以搭配的使用方式之一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透过文法诊疗室来看看高中里面呢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法点关系词的一个使用 那老师们可以让同学们来这一区呢 做题目 那这个题目呢 每一个题目 题组大概有五题 那每一个题目呢 有对应的要去做学习的文法点 那我们先举第一个例子来看看 这一题来说呢 假设同学们他的作答呢 是这样子作答 那我们看看平台会给什么样子的学习的回馈 好 那我们按submit就可以看到平台给了partially correct 这样的一个feedback 那也告诉同学呢 这一题的话主要是评量这个文法点是关系词的限定用法 那同学们做完发现这个点他还没有完全学会 这时候老师呢 可以导引同学们到刚刚的文法经线部专区 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关系词里面 要学习的限定用法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让同学们先看讲义做学习 当然老师也可以搭配您的解说 那么等同学们做完学习之后呢 让他们再搭配做这个练习 先做基础的Quiz A 来看一下Quiz A里面的练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Quiz A呢 好 这边的话呢 他练习大概有八题左右 好 那我们以这个大题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重组 的部分 比较基础的好 那做完之后就按Submit 就可以知道答对与否就correct 不对的话就会显示incorrect好 那比方说这个练习A做我们就可以 move on到进阶的练习B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 练习B进阶的这个题型就是比较需要同学们 做一个production的部分就比较难 所以老师可以是您学生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好 或是需要或是程度来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是关于呢这个文法进修部跟文法 整疗式呢 的一个搭配的一个使用方法之一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情 情况教学时机可以使用呢 除了刚刚的这种就是搭配式的使用 其实呢老师们在进行一般新的课程的 每一课的那个剧情教学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文法进修部 比方说我们要教 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复习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法 那这时候呢老师可以到文法进修部这边来 这边就有这个 与现在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法的讲义 即练习老师可以试您课堂的时间 可以用讲义来做说明 然后指派同学呢 可以当场或是回家呢 做这个练习的部分 等到这个部分呢 同学有比较基础的了解之后 老师就可以回到您课本 可以做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这个 假设语法的一个教学 那当然我们进修部这边也有提供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有与过去事实相反的 假设语法的这个额外的练习 所以呢 对老师们呢在教学上呢 可以当做复习 或是这个延伸练习来使用 都非常的方便 那第二个教学的可以使用的时机呢 我想如果老师们有教高三的课程 那在写这个立切试题 或是模拟试题的时候 在检讨中的测验的时候 我会发现同学有一些 还不是很熟悉的一个文法点 比方说像我的学生 常常就是对这个分词构句不是很了解 那这时候呢 老师可以就是透过这个文法进修部这边 所提供的讲义 好 来为同学们做这个分词构句的一个部习 好 当然他也提供了 刚刚我们有看到提供了很多组的练习 老师也可以指派这边这个分词构句的练习 让同学们做练习 来让他们有对这个文法点能够充分的学习 那第三个可以使用的时机呢 关于这两个部分呢 我想呢 在寒暑假老师们不免都要协助担任重补修的课程 这时候呢 文法诊疗室跟文法进修部就会是你的好帮手 我们可以像刚刚一样就是让同学们做诊疗室 来发现他们有哪些文法盲点 然后还要继续学习 那找出来之后呢 就让他们到文法进修部来做学习 以上呢 是这两个专区可以使用的教学时机 那老师会来教学的时候 不妨可以试试看哦 关于文法诊疗室 以及文法进修部这两个专区 我们都可以指派为作业 那老师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将这两个专区指派为作业 可以看我们的派课影片哦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